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石油价格则再次上扬 目前达到了47块一毛二左右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市场上 大家纷纷在寻找下一个比特币 我们知道这个比特币是非常的火爆 在过去的一年中价格是翻了几番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延长到十年 比特币的价值可能上涨幅度是超过了四五十倍之多 所以说当比特币达到两千甚至于三千美元之时 实际上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的货币 数字货币就犹如雨后春笋般 由喷涌而出 像什么以太币呀 巨银币呀 或者是什么国内有很多K币呀 等等等等 各种名字都有 那么可能大家都想 都想呢 把下一个这个数字货币变成另外一个比特币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宣传的也是说到 错过了比特币 不要错过这一次 什么让你一年翻三倍 三年实现财务自由等等等等 一些不着编辑的广告词 那我想和大家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 首先呢 大家知道我本人并不是太支持 如果没有太多经验 而去投资这个数字货币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尝试 了解一下数字货币的话呢 那么可以用稍微少量的资金 但是尝试的货币也最好是在比特币上 其他乱七八糟 什么新的货币都不要去碰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件事 在金融市场里面 一个最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呢 高回报的背后啊 往往隐藏的是高风险 如果有人跟你承诺 这个货币一年能增值三倍 那很有可能 你可能在不到半年时间 就会血本不贵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所谓的高回报率 所蒙蔽了双眼 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数字货币的 它背后呢 是有很多的 这个不为人知的事情 比较多的两种模式呢 就像之前反复出现过的 像什么那些资金盘啊 互助盘啊等等 玩的其实都是一个拆东墙 补西墙的游戏 前期的会员进入之后 价格不断升高 通过不断吸纳新会员的资金 来弥补给前期的会员 这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只是呢 看这个骗局能够维持多久 当资金链一旦发生断链之时 这个什么币那个币 创始人很有可能就会卷款卸走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 并没有太多金融知识的话呢 我还是非常诚恳地建议大家 不要去接触数字货币 那我们想凭什么 这个一年赚三倍 三年实现财务自由 这么好的事 能够掉在我们头上 大家要想想 我们何德何能 能够赚得到这么多钱 或者说这么容易地赚到这么多钱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只是觉得自己的运气好而已 那么我还是跟大家说 这钱还不如去存银行 那可能各位觉得 那么为什么数字货币 跟其他的这个金融产品 有这么大的区别 我一直是持反对态度呢 其实如果你有很 这个丰富的金融背景知识 或者说投资经验的话呢 少量的资金 接触一下数字货币 未免不可 但首先我们知道 这些数字货币 尽量接触比特币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碰 但是呢 这也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 其本质原因呢 就是他们背后的定价模式不同 我们知道传统的金融市场 你不论是股票也好 外汇也好 黄金石油等等 它背后都有一个标的物 包括公司的资产 包括金矿挖矿的成本 像货币之后呢 是背后一个国家政权的 就给他的背书 但是数字货币 它的背后并没有任何 有价值的标的物 也就是说 数字货币的定价 其实根本就是 完全依靠着市场的买卖双方 换句话说的话 它没有一个恒定价值 我们知道以前 世界上的主要货币 像美元是以黄金 作为参考单位 但随着后来的布雷顿 森林体系的倒闭之后呢 这个美元和黄金挂钩 被破坏了 但依然 每一个国家的货币 有其国家背后 经济和政权作为后盾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 比特币这类数字货币 所缺乏的一个东西 你说比特币 它虽然现在是排名 数字货币第一 但是以后的C特币 D特币 包括像现在的什么 以太币等等 都会对数字 这个比特币产生巨大的冲击 因为它没有它的独特性 它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够给它做背书 能够承认它的价值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我一直反对 普通投资者去接触 数字货币的原因 因为我们没法知道 它到底价值何在 它根本就没有这个成本价 十年前 五千个比特币 还买不了一个披萨饼 现在一个比特币的价值 就会炒到三千美元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仅仅只是市场的买卖 双方的平衡吗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未免也太过夸张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说的一个产品 今天说的呢 是咱们之前说的很久的 美元兑人民币 美元兑人民币呢 在连跌大约是二十多天之后 到目前呢 似乎好像仿佛 临近于一个转折点 如果我们看图的话呢 不妨可以看到 现在美元兑人民币的走势 目前呢 暂时是被压制在了 六块七毛七之下 那么一旦冲破了六块七毛七 甚至于站上之后 我相信美元兑人民币 将会有一波比较不错的走势 那么这个呢 是我跟大家的一点分享 最后呢 今天我们知道呢 在今天晚上有挺多的事 特别是今天白天日元 日本央行已经发布了 最新的利率决议之后 到晚上呢 是六点三十分英镑的 连这个销售数据 零售业数据 到九点四十五分 是欧洲央行对于欧元的利率 以及到十点半的时候呢 欧洲央行将会发表 记者招待会 因此今晚对于英镑和欧元来说 将会出现重大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